所以醒完了也不出来 醒了宝宝 对啊 今天醒完这么早九点 你主张的什么 这是蛋仔纪念币 蛋仔纪念币 还有这样的 对啊 这都是蛋仔里面的人物吗 蛋仔里面一共几个人物 一共特别多 你挑了这五个 对 你现在在做手上吗 你买这个蛋仔纪念币干嘛乖乖 因为我暑假的时候不是玩过吗 感觉还怪有趣的 玩这个蛋仔 对然后就想纪念一下 对开学就不玩了是不是 然后看一下干嘛 做手帐 对我在玩小马鼠的百搭 多大了还玩这个 你知道你玩这个 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玩的啥不 看姐姐干嘛了 我来跟你说 像我们那个时候做手帐 也有手帐 不过我们的手帐 和你们的手帐不太一样 有啥不一样 你看你们现在手上 贴这些东西太多了 我们那时候手上 贴的东西特别少 我们主要是一抄这个内容 我们就抄什么 抄那些歌词 对 然后上面画的那个 多音符号 多让于密封阿苏拉西 然后底下就歌词 对 然后上面贴了这些 贴画 明星的贴画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贴什么 不知道 还珠格格 对 以前 新白娘子传奇 还有那个 神雕侠侣 对 神雕侠侣 我们以前贴的就是这些 哦 圆宝宾 来妈妈这 来宝贝 来来来 来妈妈这 那个就是我们以前 小时候的手帐 跟你们现在不太一样 你们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小时候是那个样子 旁边全是明星的贴画 爸爸 那你那个时候 喜欢过一本没 当然了 然后那个时候下课的时候 然后也是抄歌词 然后上课 偷偷摸摸的 也是抄歌词 那个时候 我觉得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爸爸 你那时候也经常干这些事 哎呀 基本上抄 也抄过吧 对 然后抄完之后的话 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跟你现在是一样的 你们看 我有发现了一个这个 萝卜刀 这咋玩呢 乖乖 我咋弄不成呢 这咋甩咋收呢 这样子 这样子 这练速度呢 对 哎呀 我现在我就是爸爸 我现在就刷视频嘛 我看特别多 不管是小学生 中学生 高中生 我看特别能拿这个 还有成年人玩这个 这个到底啥意思呀 玩这 解压吧 这我俩说不回了 这个盘串一样 玩个乐趣 哎呀 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让这么多的朋友 做到这么统一 要玩什么 全部都是玩什么 那段时间盘串 这段时间 这个萝卜刀又豁起来了 是不是吧 对 到底什么原因呀 知道啊 反正学校门口有卖的 有卖的 然后呢像这些萝卜刀啊 纪念币啊 我都没有带到学校过 不能带学校 在家玩玩就行了 对 你知道就行了 妈妈买 可以让你买 当然平常的话 休息天可以玩一下 好吧 你看袁宝不老实了 你们看他把姐姐的这个床 把枕头翻的 还有姐姐这个台灯 还有那边的那个箱子 不是台灯的灯泡 都被他给搞没了 灯泡都没了 嗯 袁宝 你把姐姐那个灯泡 都拿着宝贝啊 他还生气 喂 进去哪儿了 喂喂 喂喂 长天想说话呢 一直嘟嘟嘟嘟嘟嘟 袁宝 走了乖乖 姐姐要睡觉了乖 走了你也要睡觉了 不能再来这姐姐屋了 再来姐姐屋 姐姐屋都不能要了 走了给他包那个屋吧 让青宝赶紧睡 明天要上学呢 那行吧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